Hello,大家好,我是MicroLab 欢迎收看It's Magic Time 一副啤牌 一会儿这个魔术有关两张牌的 洗裂的牌 我用三张牌出来做预言 三张牌 但是呢,是关乎两张牌的魔术 究竟我在这里说什么呢? 一会儿这副啤牌里面 麻烦你随便叫它停 1,2,3,停 然后我帮你叫它,记住这张牌 OK? 好 先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要再选择一张牌 但是这次呢 这张牌是不看的 大家都不看 1,2,3,停 好,真的随便 你看,这么多张牌的牌 好,这张牌放在这一边 好了,这副牌也不需要再用了 而呢 我们首先看这张未看的牌是什么 哦,是一张黑色的Queen 那我这三张预言牌是什么呢? 不需要问 一张,两张,三张,四张Queen 所以我一早知道你第二张会选Queen 的 不过 不过 对,这个是Queen 不过我还未知道那一张是什么 有一张 红心Queen 反转了 就是告诉我,另一张Queen是红心的 但是这张会选择一择呢 这张牌会变成 红心Queen 而这一张 而这一张 为什么要做到这张牌呢 今天我们学习些什么呢 这个魔术好像我好坚 但是其实呢 功劳已归于四张Queen 因为其实魔术都是他们的变化 一个人的实力就算有多瘋 其实最需要有一对Good Team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Michael Jordan 和Lapongin 我心里整个会儿 特别快乐 我一起说拜拜 拜拜 拜拜